突破不灵往上走 不破关键我不走 大家好我是富裕老师 不灵短波段 是我认为最适合 投资朋友们的操作方式 要如何实战应用 请收看我每天的节目 在此之前 欢迎各位先加入我的 LINE家族 小小鼠REACH588 有更多的资讯与你分享 你将成为股市的赢家 大家好 欢迎收看富裕之路 我是富裕老师 今天台子期结算 所以你看尾盘是下压 跌了160点 最多还跌了226 这次快收盘的时候跌了226点 其实今天下跌加速 也比上涨多两倍 那今天当然盘是跌 而且台子期结算 那接下来怎么看 各位接下来 你要做什么动作 我昨天有没有给你预告 我昨天最后一张字卡 来你看一下 明天结算之后 要注意什么 全新的涨势开始 我要注意 今天的结算压低下来 市场大家都看到 外资的空单4.1万口 所以尾盘容易压低结算 大家都心知肚明 问题 压下来之后 各位你要做什么动作 买股票 赶快卖 还是在这边你要买股票呢 对不对 为什么我说全新的涨势开始 待会再给你分析 但是你看 哪个人做节目的风格不一样 有些人每天 我跟你讲 他有什么股票 创新高涨停板 对不对 每天因为多投市场 现在是多投市场 每天总是有股票 会创新高 会涨停板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很多股票跌下来的时候 都不敢讲 涨的时候各位 涨的股票 你要看这个老师在跌的时候 没有先给你预告 对不对 你看今天全市长 大家就在那边讲联雅 为什么 因为涨停 各位涨停板 对 但是对副小师来说 是第二次的涨停 为什么 因为前天的时候 各位跌停的时候 各位前天 前天跌停 我等一下再给各位看画面 跌停跌到布林下园的时候 我就在节目 我说我风格不一样 别人看到那涨停板 讲得好开心 当节目跟你讲 你看我的股票涨停 但是福尔老师 在前天的时候说 跌停不会有人要跟你分析 涨这么凶 各位之前涨那么凶 就跌到每次 每逢在下雨的时候 都是福尔老师 孤孤单单一个人 对不对 在节目跟你讲说 在这边是相对的买点 谈上来之后每个人现在 也在跟你分析 都看到盘中的连线 每个人说 为什么联亚会这么强 对是不是他跟中继续上的合作 有什么新的一个进展 不然怎么那么强 股价为什么还是维持在高档 很多中小型股最近跌了很多 为什么还是那么强 各位所以你要有方法 你要有方法做操作 你看光联亚各位你注意 上元那时候我跟你讲 我不是只是在这边讲 我连这边也讲 我说这边反弹到上元这边的时候 你要注意 他可能会有个压回来 好 那你看大盘 我们回到大盘 大盘在这边的时候 在布林上元的时候 我是不是也跟你讲 我在节目讲好几集 我说这边什么压力 碰到上元 碰到上元压力 而且我再次强调各位 这个线 这个布林这个线 跟其他人不一样 其他人你看什么神奇指标 AI指标 你自己设定得了吗 随便他讲 我说布林线 各位要注意我这四个字 公开验证 你自己你可以去设定 如果你不会设定 各位你可以下单软体 你可以请教你的营业员 要怎么把布林线把它设定出来 然后你看看你的布林线 是不是就跟傅老师跟你讲的 对 一模一样 位置处在这边一样 那你看我怎么看 各位你也可以去学着做 你不是那个软体 你摸不到 用不到 看一个人一直在那边跟你讲 好棒 好厉害 对不对 各位公开验证 你自己也要能够用手 亲自的去做一个操作 是不是 对嘛 好你看加权在这边上元 到下元我在这边是预告 来在这边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短线 开始到相对的低点了 有啊 我有先讲啊 昨天大涨了300点 300点之后 我跟你讲今天结算 结算 卖呀谁不知道 数字大家都公布 但是问题是 各位你碰到同样的状况 会跌下来 联亚跌停板跌到下元 你要做什么动作 哇看到跌停 那一定是烂股票 你一定要卖 哦啊是这样吗 今天看到压回来结算 所以呢今天 他一定要赶快卖股票 如果你这样做 各位会赢钱才有鬼啊 是不是 明天结算之后 各位全新的涨势开始 各位为什么涨势开始 其实今天凌晨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会打要公布财报 这是第一波 会打要公布财报 很多人也会讲说 你看要注意 市场看衰啊 我回答要公布财报了 所以营运成长 要估计要放缓啊 哇看起来好恐怖啊 对不对 那我会说来你注意 你想想看 你会发现在一季 一个三个月之前 就是一季之前 也有人跟你恐吓 同样的话 那时候会打刚分拆 然后原本分从1000多块分拆完 竟然一股换十股 就掉了100元以下 哇市场一片骂 一片唱衰 而且跟你讲说 哇连台积电都要跟着一起玩蛋 对不对 8月的时候 会打第三季展望激情不在 同样的状况 你有沒有看到 哇那时候也跟你讲 虽然他表现明明就很优异啊 但是他都会给你再多加几个字 当位令市场投资人惊艳 每次都这样 好不好 这一次也一样 来看注意 估放缓啊 好你要注意估放缓 但是我说你看 现在大家看不好 盘式也先拉回来 在这个时候 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 因为大家很看衰 就发现 哇这回答其实还是很棒 好你会发现 哇他也是啦 继续的会往上冲 而且为什么会看好 所以你要经常看我今天的表题 川普拉获行情启动 今天结算压回来 可是这边已经先告一段落 这一段已经先告一段落 我认为接下来 对我们用均线来讲 这是不理 那我们用均线来讲 你会发现这个是什么 绿色这条是季线 季线之上的整理 我说接下来还会有一波大行情 季线之上 所以你要注意 来注意这个红圈圈 黄圈圈之后会有两个红圈圈 对我之前有跟各位分析过 什么红圈圈回测季线整理的位置 对拉上来 好我们来对比一下之前 我说这个结构 你有没有看到 初身段两个红圈圈之后一个红圈圈 两个红圈圈配一个红圈圈 这是主身段 接下来我说一样 所以拉上来这一季 各位我们是一季一季这样看 拉回来的第一波 对第一个红圈圈 好 那接下来会长什么 我昨天是不是已经开始跟你提醒 我说现在川普 对大家要注意 川普说要调高一个关税 调高关税影响好像很大 来注意看一下 这是今天 2026建真章 大摩摩根斯坦里 预测川普关税将拖累美国经济成长 大幅下滑 哇你看这个标题吓死了 川普关税将 这样让美国经济大幅下滑 这我们看详细一点内容 来注意 来莫克斯丹尼 对他的经济学家卡本特 首席的 首席全球经济学家这样跟你讲 2026年美国经济成长 可会大幅下滑 为什么 因为要对所有的进口商品 增10%到20%的关税 还有中国大陆进口的要克增 60%到100% 但这个选举前 他已经也讲了 对不对 2025年预期可能就要实施了 好 这选举政策 那川普明年1月21号 对也要正式的就任美国总统 哇他也可能就要开始正式实行了 那我昨天有没有跟你讲 我说等一下你想想看 你是美国商人 你现在已经预期了 接下来关税很贵 你从国外拉的货会很贵 因为要加关税 然后你还要再转嫁给消费者 所以这时候你要做什么动作 我相信很多你看这个电视机 观众的朋友 很多自己都做生意的 如果你要去跟外国交货 接下来我们本国政府要抽很多的关税 接下来你可能 因为你看你要卖更贵给消费者 这时候你要做什么 赶快在政策还没实行前 赶快地拉货 那你去看看算一下时间 现在几月 现在11月 川普1月 各位再过两个多月上任 那上任不是第一天 就应该就会立刻做宣布 他还有内阁团队还要再做一个整理 那你再多一个月 好 可能再过三个月甚至四个月 对 这段期间你要做什么动作 你做生意的你赶快 赶快下单买货 对不对 所以记得 在这三个月的期间 我刚才有没有把这个技术分析的图给你看 来 你看回测记线这边 对不对 你看之前两个圈圈的 第一个接下来有第二个 我们操作逻辑就是以三个月三个月 大约这样的期间来看就好了 那你有没有发现很奇怪 有人自称有什么总经很懂 对啊 这个其实大家都会啊 那你看说2026年 对不对 你看熟悉经济学家也这样讲 2026年建政章 来 请问2026年还要多久 现在是2024 隔了一年 两年后 两年后的事情跟你讲都大幅下滑 对啊 两年后大幅下滑 所以你现在就准备去放空股票 看保守看摔 然后等两年后实现 可以这样做对吗 现在跟你讲说 因为这样子去放空的 早远点是两年后 各位2026年 那么久以后 你现在就要有拉货潮了 你这三个月 你的空难可能就被嘎死了 对不对 现在你不赶快先来做多 我就是说你只会错过行情 而富贵老师的预告 包括之前细光子 我说美国因为中国大陆已经 在全球光收发模组 已经占前10名占7名 我说这个状况很糟糕 他们接下来一定会对 接下来要做一个转型升级 细光子的动作 进行制裁 你有发现现在开始 开始跟在我屁股后面讲了 对不对 我之前先做预告的事情 对 我之前先做预告的 你看到后来看到新闻 对不对 西光子 台长要赢转单 为什么最近西光子还那么强 各位你看 谁会那么详细的 对 一家一家把这英文 还分成中文给你看 哪七家 为什么 怎么样 富贵老师都跟你讲很清楚 对 前10大 后面还有中国大陆 他们当地对他们地方政府的影子 所以我说当然接下来这西光子 一定会受到美国一个管束的动作 好管制 你看这个我的预告早就之前我先讲 后来你看也实现 现在各位接下来 你会说川普这个关税 会影响很大 对是负面的 对不对 真的你看现在人家讲都是那种 预测是拖累经济大幅度的下滑 好各位你要注意 接下来到底要涨什么 涨就是刚好大家现在看衰的 我跟你讲 大家现在看衰 我的解读就是不一样 我跟你讲至少这三个月 你会接下来会发现 大拉货潮就来了 现在大家都很看衰 我报告到今天 大家可能心里还是忐忑不安 觉得这个盘 真的会像我讲的吗 季线整理之后往上冲吗 各位不妨拭目以大 你可以想想看 傅小师刚才跟你讲的 接下来这三个月 会不会就有一个大拉货炒出来 对包括尤其电子业 这也是台湾最相关的产业 这个开始做一个大拉货的动作 年底 各位年底 你看到第四季了 整个业绩营收全部大爆发 这时候你怎么办 很多等到你到过年 我们一段一段看 就像在过年前 对然后你这些你看到说 哇这些商机真的大爆发了 所以你在过年后再来做吗 你要三个月后再来做吗 对不对 你是不是该抢先布局 尤其趁着大家现在非常的紧张 对在这时候应该再做布局吧 不是去追高吧 你看去追高 哇不得不讲 你看这几天有人跟你讲说红准 有没有追高 这傅小师早就已经在家族已经分析过 星期五 我说不要追高 百元面对关卡一定会做拉回 拉回要买再买要怎么买 各位我跟你讲 今天刚跌下来还会有人 因为昨天前天还在跟你推荐 还跟你讲红准很棒 但是跌下来 你看一下这个新闻 红海处分红准的股票 硬注获利 对红海昨天公告 处分了14,053 然后价格是94 哇大家在追的时候红海在出 好红准很好 各位要记得 我没有讲红准是坏公司 还好公司 好公司夫妖师才有兴趣 但是等他拉回 各位你看今天跌停版 一吨94块 刚才你看到94块 一吨鼓吹你管去买 就今天跌要84 那接下来再往下跌的时候怎么办 当然很多人会跟你讲 今天这不要怕 公开买 对一路买 但是你看跌下来 我这样讲 跌到下源这边的时候 夫妖师会进场地跌 一定就是其他人 提都不敢提 对我跟妳讲 当还有人在电视上 跟你讲红准 我相信今天因为第一支 既然跑不掉了 很多人跟你 那也冲场面说没关系 对第一支跌停 因为毕竟这两天还那么强 对不对 然后跌下来的时候说没关系 好我们就看接下来会不会有关系 那如果我的进场点 我一定调别人不敢讲的时候 别人不敢讲 你看像联雅 我这边敢讲 跌停版 你会看到之前创高拉回来第一波 大家就怕了 拉上去 傅老师在这边跟你提醒说 你看到碰到上源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先调解嘛 压回来再买嘛 都在你看每逢在这个时候 都有我的影子出现 我节目的画面 各位11月18号 16分46秒 几分几秒都给你看 你自己去应对傅老师跟你讲的 是不是这样子的操作逻辑 而且你看联雅 之前在10月底的时候 我就已经在我的家族间讲过了 昨天开滴跌对 开滴之后 我跟你讲说跟达兴才会一模一样 拉回一定要买三买下源 没有人要讲 没有人要讲的时候 才是最佳的买点 可是我已经证明过很多次了 来在这边 第一波拉回来 各位因为这边已经整理一个月了 大家已经开始兴致缺缺了 拉回来 有没有发现特点是什么 再拉上去又没创高 很多人是在这边反向跟你讲说 联雅即将创高的时候跟你讲 好 结果跌停板的时候 全部闭嘴又不讲了 有没有发现每次节奏 tempo都是这样 跌下来之后谁会跟你讲 傅老师 对不对 跌下来在这边 弹上去两支 各位今天是第二支 第二支在涨停 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发现 在底底的时候 每个人都很可惜 把股票砍在相对低点 然后追股票 对包括像今天像红准 前几天讲的人 今天有在跟你讲吗 没有啦 对其实基本上还敢讲了 我觉得勇气都比较强 因为有很多人干脆都不讲了 昨天之前把红准吹嘘的 有够棒的 今天其实开始他们会去 看到什么涨停板 他就跟你解释为什么涨停 跌下来的时候为什么他不敢跟你讲 你看之前连雅是不是三买下缘 同样的模式 同样的逻辑 好注意 这样子的你的方法你要记起来 跌到布林的下缘 然后我说这个你自己都可以去设定 对不对 傅老师也用不着骗你 你自己去可以验证 来上全 一样三三六三上全 前天我在家族 对不对 我说当今天差一元跌停 各位又是什么差一元跌停 到布林下缘 没有人要讲 只有我会讲 对不对 崩跌下来捡便宜的好机会 跟我一起进场 每次都是这样 为什么每次都这样 因为大家都只会涨的时候 再跟你讲 对不对 你看上全 跌停 差一元 差一块钱跌停 到布林下缘这边 没有人要跟你讲 因为你用传统的 我们要用均线来看 黄色这条月线 季线 整理平台跌破破季线 各位当然所有人 带会员都去做停损的动作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看老师 这边破季线了 又快要跌停了 不肯快卖 一卖就开始反弹 每次操作都是陷入像这样子的盲点 各位其实拉回来买 尤其现在正当的盘势 那其实你拉回来是相对稳健安全 很多就是追高啊 追高不断地受伤之后 对 其实你要想想看 你要怎么拉回来 一买突破 二买拉回 三买下缘 福老师跟你讲说来你看 你看不出所以然来 但是我跟你讲你有没有发现 那我跟你讲三买下缘的时候 它就是相对低点 很多档股票不断地验证 富老师跟你讲的 而且我解读新闻跟其他人看法都不一样 对率先领先整个市场 所以各位这四个字 公开验证 这是最重要的 你自己摸到 你也可以在节目上 你也可以在我的家族 各位欢迎加入 小老鼠 绿曲588 你验证完之后 欢迎跟着我们一起行动 一起操作 先进一段广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您掌握投资成功的方向 实现财富自由的梦想 富裕专线 02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陈东东顾杨老师 引持成功三药益 简易戒律高效率 独创短铺段获利法 带您买在起张点 卖在转折点 让您掌握投资成功的方向 实现财富自由的梦想 富裕专线 022-2752-5868 2752-5868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对 解读新闻就要跟别人不一样 每个人对在这时候 包括像前天 台积电先进制成加速赴美 一堆人看衰 那我说有时候政治归政治 很多人会把那种什么 细盾接下来会不会有 把它套在操作股票一个逻辑上 我觉得是错的 那我说政治的 也请政府自己要想清楚 要怎么去做 但我们以操作来讲 台积电加速赴美 对明年全世界要多增设10个场 先进制成相关的概念股 各位拉回来大家要做什么动作 大家要买啊 是不是 当时还跟你讲说你看超级电轨 我说超级电轨 相关的是什么 金贝供电 有没有 来深阳半金贝供电 当天各位礼拜一 你看到新闻的时候 大家把它当作利空 大跌到下缘 然后我在节目跟你讲 没有问题 开始在做反弹 中山也一样 相对指稳 所以很多到下缘这些股票 其实你看 包括台积电昨天也讲 有新闻传 可是要再去买群创的厂 所以接下来什么FOPLP 这些公司也会受惠啊 所以我近期不是跟你讲 来上缘斜切到下缘 然后将冬结 在这边我认为 这边都是一个底部 对已经处于抄跌 在这边底部 你这边是做该买的一个动作吧 来 正达是不是也一样 上缘斜切到下缘 然后我跟你讲的冬结 跟你讲的正达 你去想想看 你会发现奇怪 怎么很像红准 红准之前是不是在这一段的时候 你会发现每个老师在节目上 也跟你讲 哇 正达 正达好棒喔 对啊 跌下来的时候刚跌 各位你要记得 刚跌的时候 他都会还会稍微追踪一下下 对 刚跌的时候 从那种建高点 大概过个两三天三四天 他还可以跟你讲 可是过十几天 过十几天后 正达怎么没有了 所以对 没有人要跟你讲 对 我说相对低点位置 在这边不会有人要理你 冬结也一样 你会发现很多 最近因为最近 先进制成的股票很多拉回 但是我说这绝对不是利空啊 你不要那种错误的解读报纸 这是错的 对 所以你拉回来到下缘 这边已经可以做一个相对 超跌可以一个布局的位置 这边该做什么动作 你会发现之前你也验证过很多次 同样的做法 对嘛 所以拉回来 你应该跟着我一起进场来对啊 在这边你干嘛要紧张 我说接下来行情很大 今天已经结算完 结算完 你看我看法永远要跟人家不一样 2026年的事情跟你讲说 哇 川普的关税 将会让美国经济大幅下滑 这其实暗喻者也就是美股 可能会受到重创 美股重创台股可能也会重创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标题 各位 这你今天再看到这个标题 不要再搞错了 搞错什么 他讲2026啊 那你操作股票 你现在要看的是什么 我现在不是跟你讲 冗历年前我们要做什么做 做什么事情 竟然会关税 各位这大家都知道啦 那你知道了 接下来你是什么 你是美国厂商 你就要开始拉货了 所以现在这个 接下来我说进线整理完 为什么我非常看老 各位不是意气用事 是用脑筋仔细思考过 川普的拉火行情 现在正式开始 今年压低结算没有问题 赶快跟着我们逢低做布局 我说过公开验证 你验证完之后 你要做什么事情 赶快跟着我一起操作 就对了 明天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